我们不会耽误到大家时间,我会尽快讲过去 请问一下在座,我想先调查一下我们大家的Background 请问你以前有看过EG的,请举手一下 EG,脑波 我多的会看就是你大概对EG大概有一些了解 就是说你以前有看过,而且你也知道什么是α,什么是θ,什么是delta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大概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是谈Sleep跟Epilepsy 我个人其实一直对Sleep还有Related Movement Disorder 还有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我是蛮有兴趣的 其实Sleep跟Epilepsy有很大的观念,为什么? 其实有大概10%的Patient,他有Seizure的病人 就是有Seizure里面大概有一场的病人 他常常会有Epilepsy或者Seizure 而且这个Seizure往往都是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会发生 换句话说,他在白天正常的时候,他几乎不会发生 这边底下有一大堆病,这一大堆病就是说 这一类的Epilepsy很可能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发生 白天几乎正常 你看了这么多病,你记不起来没有关系 反正你今天回去就记了一个病就好 就是这个Naphernal frontal lobe Ebilepsy 这是这个夜间的额夜边险,这个常常都是在Sleep发生 而且他的异常脑坡往往只有在你做Sleep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他白天做的脑坡会是正常的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在青少年,这个叫Benite Rolandic Ambulancy 他的全名很长,他的全名叫Benite Rolandic Ambulancy 这个通常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发生 这个通常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发生 有时候他也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会有抽动这个动作 然后顾名之意,他就是在他的脑坡可以看到在Central region 还有Temporal region有一些Isolated spike 不过这一个为什么叫Benite呢? 因为他随着时间过去,他会慢慢的好转 通常是不要用药 有时候用药往往是在治疗加速 还有其他的一些病,那这边我们就不细讲 所以你就只要知道最重要的两个病 一个是Frontal lobe Epilepsy 另外一个是Benite Rolandic Ambulancy 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Sleeper的Stage Sleeper就是在Wakefulness 还有就是Non-Ramp,还有就是Ramp 就是Sag-Stage 它做一个Transition 这个Non-Ramp通常它比较会诱发边险 Ramp的话是天生的一个Anti-边险的Stage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Non-Ramp往往它可能就是在一个Bren 在一个Nicor relation的状况 所以它有时候会有一些Frontal lobe A-Tin-Cortical的Bitual lobe 所以Non-Ramp它有时候会比较容易Termall的Sag-Stage 所以它这个特别是在Non-Ramp的Stage N1跟N2 就是比较Light Sleek的时候 特别会容易有这些MPA-Fundit Charge会凸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神经科的脑波 如果要做瞬移的脑波 其实我们往往让病人睡到N2就可以了 反而到N3其实到深邃期 它的那个就是Anti-Apileptic的一个发作 会比较减少这样子 在Ramp的一个状况就是Ramp是一个Anti-Apileptic的Stage 它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Anti-Apileptic 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Termall-Cortical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做了一个组段 所以算是要做Anti-Apileptic的一个东西 也比较不会Spray出去 所以Ramp是一个Anti-Apileptic的State 所以各位就是记得就是说 Non-Ramp它是一个Promo-Citure的State Ramp是一个Com-Citure的State 好 再来我们再来台下叫Parasomia 因为这几个东西就是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区分 什么叫Parasomia 就是我们中文会翻作一睡症 那这个一睡症其实听起来 这个一睡症就听起来中文都很奇怪 很状态呢 那它就是一个Undesirable的Motor Virbal或者是Experential的一个Phenomena During Sleep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睡觉本来就躺平的这样睡 可是它会出现一些MotorVirbal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一些声音 那它往往代表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State Dassociation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Parasomia它可以根据它的病因分Primary 和Secondary这样子 那Primary不管是在Ramp LongRamp或者是在两个混合的阶段 都有可能出现Parasomia 那Secondary就是要看说 它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Parasomia 那Secondary的原因就是要看 譬如来一些的Organ的一个Information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像是 我们知道Ubstructive sleep apnea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 像是其他的一些Metabolic disease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Parasomia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Parasomia的时候 你要小心你要去区分一下它的PROG 是Trimary还是Centary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Epilepsy Epilepsy 其实Epilepsy它特别是在晚上的一个Epilepsy 这个晚上的Cedron 所以我们会给它一个名字叫Nocturnal Cedron 这个Nocturnal Cedron 它有可能造成什么 它可能在晚上它就有稍微抽动一下 可是它抽动一下 你或许你可能临床上也会认为说 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Metabolic disorder 但是一样这个抽动一下 它也会造成它的一个Sleep Regulation 它可能会造成这个病患 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Arousal 它Frequent的Arousal 就会造成它睡眠的中段 然后睡眠中段 就会造成Sleep Regulation 它晚上一直在Sleep Regulation Sleep Regulation 就会造成它白天的精神就会变长 所以它白天就会变成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症状 其实跟OZAR是很像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病患有什么EDS 或者是Sleep Regulation 它就一定是Unstruck的Sleep Regulation 那可不易 它或许有可能是天弦 然后天弦跟OZAR有没有可能会控 这个也是有的 EDS就是会造成Sleep Regulation Sleep Regulation Arousal Sleep Regulation 所以其实EDS它背后所藏的一个原因 其实很多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 就是说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我们在临床上你要想哪一些病医 它的病医其实很多 就是像它是不是真的没有睡宝 然后有没有癌症 有没有癌症 然后有一些Demine Makin Disease 它如果有准备到它的Demine Makin Disease 或者是准备到它的Minkase 的话 它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顺炎中期的问乱 它的Cody and Reason的准备 然后有没有一些Infection 像Codosis Inurodicine Makin Disease 有 Giroud 或是像是卢族的 minvad Chelms 會叫 감사합니다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看有這麼多的原因都可以 哮上EBS 所以有時候當我們在音樂上看 EBS 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再更留意 可能再問更多的東西 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今天最重要的补迹 Ternobromalove epilepsy 这个epilepsy在某一些病人身上 它有可能是一个显性遗传的 它有四大特色 它哪四大特色呢 它常常会有Parasysmalt arousal 它常常在边渐发作之后 它会有一个arousal的状况 然后另外它常常会有一个hypermotor的Syndrome 它这个hypermotorSyndrome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动作的表现会非常非常的 有时候会算是有点发有人特 就是会你看会有Corea会有巴黎神 Corea就是舞蹈症 巴黎神就是更大的那种舞蹈症 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 但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是肢体的近端的动作比较大 Corea的意思是说肢体的远端的动作比较多 一个是远端一个是近端 然后有时候会有那个iPad 就是脚好像在摆摆车一样 Cycloid的一种姿势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这个hypermotorSyndrome 就很像我们以前讲说那个躲起长的 或者是那个跳翔或那个晚上喝点票 就是这种肢体的痕迹面的样子 我这样子好 所以这种病人有时候就是他会加上发现这个 然后如果加上不知道他可能会加上迪述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hypermotorSyndrome 如果小朋友有出现这种痕迹面 然后可能是有痕迹的痕迹面 然后另外它会有dystonia 什么叫dystonia? dystonia就是肢体 它的一个muscle痛异常 muscle痛异常产生它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扭曲 twisting这样子 这个叫dystonia 然后另外它会有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 anclastic and maternal wandering 它可能会像梦游一样就是起来活动 可是那个当下 它可能是处在一个evidence的状况 或者是在一个evidence的一个state 所以这四大特色要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老手还能 alter dystonia然后长生的亡人 那这个prontolog的ambulance 通常对于药物的治疗 大概大部分的病人有效 有七成的病人或许会有效 对于tangueto或者是benicone 这一类的药物有效 而是有三成的病人对药物的治疗效果比较差 它有可能要开刀 就是做一个frontal logotomy 才会达到思觉的一个环境 那它们有一些prontology 是认为是可能是vocal的 colical dyslexia造成的那样 所以像这一种evidence 它常常就会造成frequent的一个sleep arousal 所以这种病人 常常就是sleep fragmentation的症状很严重 所以它白癌也会很容易excessive 被蛮似的症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个是书上它所附的一个 好 你看它其实这个 这个都已经是在比较盛长的睡眠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比较large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好 可是当它到了这边的时候 这个都 这个是muscle 这个不是真正的矿变 我这个是因为muscle的症状 而且你看到它的动作其实是相当大的 它的动作是 是一个irregulate non-pattern的一个模式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说就是像在机长 或者是就是被鬼附胜的这样子 所以这种很大的动作 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发生 那这个比较小心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frontal lobe epilepsy 那这一种就是假设你没有好好加以治疗的话 它有可能会变成所谓的电弦虫急症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再谈到几种就是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点险 那它也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它普通来产生了一个ponic的症状 就是普通来ponic的就是整个四肢的这样 肌肉的胀力就是突然变得很强 然后四肢的肢体会生殖 然后生死的ponic的症状之后会伴随着病患 然后就醒过来arousal 那这个常见在哪一些 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疾病呢 就是我们来讲的denied ralentic epilepsy 然后这个是常常在青少年的时候发生 然后它在EG的诊断的规定上 就是说它的spike必须要在central 跟tancral的一个region这样子 如果敲出这个region的话 那它可能不是denied ralentic epilepsy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那这个通常在过了青春期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empulency就会比较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occipital paralysis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边险这样子 那这种边险是比较不用担心的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边险 它是以比较是以autonomic symptom来表现的 就是像它可能就是在表现的时候 会有parathysmol alpnea 然后有strider 然后一种sparsen 然后甚至会有arythmia parathysmol flusher的脏红这样子 然后hyperhydrogis 倒汗 然后会有就是树毛肌 irration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它只是以单一的就是autonomic symptom来表现的话 这个有时候也是要很小心 因为它很有可能也是边险 因为已经有很多的报道说 这个边险常常会用isolated autonomic symptom来做一个dent meditation 它不见得会有很明显的那些motor的目前 或者是脑波上很明显的那些一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个autonomic symptom常常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这个病人可能晚上睡觉时会cardia arrest 甚至会造成在ictus的时候产生cardia arrest 然后造成病患可能会有一些状况这样子 那它有一些癫痫它是发生就是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会产生continuous spike and wake的activity during long-range 那这个又有一个名称就是叫CS 叫做Continuous sleep, spike and wake of sleep的样子 这个叫electrical status epilepticus 这一种病就是说它的脑波在白天的时候完全正常 可是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的脑波会呈现就是整个generalized 在一个hyper excitability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比较常现在就是像Lando Klein syndrome这样子 这种Lando Klein syndrome我是没有看过 不过是我太小的课的人一直有看过这样 它们就是会除了就是说它有 除了有epidactic and epilopathy之外 它一开始就是还是正常的 就是后来会慢慢的会有一些language方面的问题 会有aphasia这样子 然后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onism的一些疑似这样子 所以它也是一个就是epidactic and epilopathy的一种 那它的像这一种的provenosis当然就比较不好 然后也有部分的heneral 它晚上也会产生 hentrical status 也就是说它脑波一直在放电 但是它的肢体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一些很明显的那些motor control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它白天的脑波 这个脑波是正常的 这个脑波是ok的 可是当它晚上要睡觉 所以你看到它的脑波就非常非常的active 然后就是会有很high的那种spide and followed by the slowing of the wave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continual的spide and wave of sleep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个epilepsy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说就是其他的非epilepsy 但是有可能就是它的表现可能会是epilepsy的一个component 那有一些东西可能让它特别稍微注意一下 那像这个sleep start 这个又叫keep me drink 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这样子 就是当你快要睡着的时候 你可能脑会冲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不见得真的给epilepsy 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代表你在睡觉 在那个过渡期的时候 它有一个motor的一个就是冲动这样子 那除了motor的冲动之外 它有时候也会有其他的一些sensory的一个症状 好像有些病人可能会说 啊我头好像快要爆掉了这样子 就是这也是一种sleep start 不过最常见的还是以motor就是那个脚冲动为主这样子 那这个倒不见的是epilepsy 那在Nightmare的部分 Nightmare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都是在Rain的时候有个frightening的dream 那这个Nightmare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有autonomic exaggeration 然后当你Nightmare因为是在Rain的时候发生 所以你把病人叫醒了之后 它其实可以马上的for-wake成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记得说那个时候的dream是怎样 那因为它是在Rain 所以理论上它比较不会就是ambulance的一个表现 那不过像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还是要跟就是 那个我们刚才讲的frontal over ambulance来做一个比分修大一个模型 那像这个就变成说你可能不是只有做一次的一个for-channel 这样你才能够比较能够去sure说那个病因是什么 那再把colexi的部分呢 colexi就是在帮大家顾及一下 它有几个就是变形的一个症状 四合一的症状就是ebs,tataplastic,sleaf paralysis,gibnagogytawimation 就是要睡觉前的一个幻觉 然后还有autonomic behavior 那colexi的autonomic behavior 它是说就是它会出现perlonged complex的一个activity 那当下的conscious是比较不好的 那病患你后来请它再微想 它也微想不起来 你注意这边讲的是比较complex的activity 那如果是那种比较simple的activity 然后常常就是它重复都是做同样的动作 包括它同样一直在揉棉肺 或者是一直在揉它自己的衣服 这种比较是repetitive的比较simple的这个 这个有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adulancy这样的时候 那colexi的一个autonomic behavior 会比较complex的 那所以像这个你要跟它做的一些dequential diagnosis 包括像是seizur 然后autonomic脂肪 或者是tocitoconcution 像这一类的一个疾病 所以有时候遇到nappolypathy的一个病人 假设它有EDS 就是tocitoconcution 也有导致的其他病人 也有这些症状 然后你们不能是上去的 Bioxia冰淹的ami 去做一个区分 因为我今天就是要再跟大家强调 就是一个人可以不是只有一种病 它这有两种的恐� Katrina Ciao 这就是这样 大家再複習一下 因為那Colapse 現在 這樣其實DFM5跟DFM4 好像它名稱改的 好像合太一樣 那Anyway 它就是分Type 1 Type 2 比如有Pathic還有Solm 我想再看老婆 我看PSG的時候都知道 MSLT如果是Type 1或Type 2的話 就是在8分鐘內要進入到RAMS3 然後或者是有兩個就是Show RAM 那如果是Edo Pathic 就是它可能就只有一個Show RAM 那Nucle LabC的Type 1會有Colapse 那Edo Pathic Type 2會Colapse 那CSF的Hypocrine 就是在Type 1會小於110 那這個在好像層上 應該已經可以演Hypocrine裡面 那LAMP的話就是 在Nucle LabC他們會有一個 乳和選擇的效果 那Sleep Efficiency的話 就是Nucle LabC常常都會有Colapse Sleep Efficiency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Efficiency比較差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只要談到Nucle LabC 就會談到Inclimate Level 形容 那這個常常好發在年輕的一個男性 這樣子 然後它除了會有Hypersomnia的狀況之外 它Hypersomnia是怎麼樣的 就是它大概會睡了一到三天 就一次睡 睡了就直接睡了一到三天 睡到一到三天大概醒來之後 大概過了十幾到六十天 正常的生活之後 它又在有Returrent的一個寒睡狀況 然後除了這個睡覺之外 它會曼睡寒睡 就是在收Returrent的 然後它自動作的陣度 就是沒有進階的那種Farture 那這個可能也是跟 Hypocrating的一個代謝異常 有一點的關係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是放在 主要是放在跟Nucle LabC 做一個間別診斷這樣子 那Sleep Disorder Breathing 這個就很有趣了 就是說這個SDB 它很SDB的人 它本身就會容易造成 Nocturnal Seature的一個發作 那同樣的Nocturnal Seature 它本身也會誘化L燃亮 然後也會誘化OSA或者是CSA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SDB 或者是Hypocrating Sleep Deprovation 這個本身就是會造成 邊線發作的抑制 它會下降 所以它也會容易會有邊線 所以SDB的病人也是榮樣 它同樣它會控這個體溫 也會是Nocturnal Seature 那Insonia 的話 就是如果說病人是Confline 來Insonia 我想大家應該都還會再問一些 其他的這樣子 不過 假設它晚上起床的一個次數太多 它每一次起床的一個時間 大概只有20到60秒 那這也會造成Frequent的一個Sleep Experimentation 就是你也要小心 那可能是FFC這樣子 那一樣它也會造成 那種Owakening Excessive MySleep也是這樣子 好 那在一些NON-RAM的一些Parasomia裡面 那最常見的就是Disodal和Lausau 那它也一樣它可以跟一些OSA做一個討論 那因為這個是在NON-RAM的階段發生 所以你要 只要是在NON-RAM的Parasomia 你都要 必須要很小心 因為那個都 要跟AVGENCY做間別討論 那有一些很特別的一個AVGENCY 特別是在這種 很容易跟Disodal around 有一些就是它 它是會用尖叫發生的 那個叫大塊Disodal Seager 然後有些會 哈哈哈哈這樣起來 那種Jelastic Seager 那這一些 你都必須要在這裏做間別討論 那這個你要做什麼間別討論 這個你能做4-Channel的VG 來做一個 在NON-VG 這樣子 好 那RBD的話 RBD基本上就是 剛剛也已經講過 就是Somatic Muscle 那個Atomy 那通常病患會把這個Dream Act 它會把它的Dream表現出來 然後會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在老年男性比較容易發作 多老叫老年男性大於50歲這樣子 那就是會有Friot Injury的一個Result 然後當然它對Clorona這趟的一個效果是很好 那可是RBD 這種會把Dream Act In Act Out的Vitavia 其實不見得只有在Rain的時候會發作 其實在NON-Rain的時候也常常會看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這樣子 那有哪一些是Differential Diagnosis 除了RBD之外 你要想說幾乎的OZ 因為對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它那個PSG裡面 它的那些呼吸的那個Pattern 它就是PANCE 就是呼吸的那個四肩同步 這個很重要 然後另外有一些Broncholone 然後PANCE 然後PANCE 然後瘦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在一些老年退化的一些 寂靜Dimension 或者Dimension 都可能有這樣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說那個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它沒辦法真的 它已經入睡了 但是它會起來就是 也是有點游走這樣子 那它這個 不過這個比較少見這樣子 這個 寂靠這個比較少見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就是Dream Nightmare的Disturbance 那可能會有一些recurrent的Dream 這個recurrentDreaming如果說 它常常都是一直在做同樣的夢的話 這個就是由文獻畫導說 這有可能是一種Apulency的一個表現 所以它常常都 夢境每次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你可能聽到這個也要小心這樣子 就是做同樣的夢 然後這位你覺得這個就是夜尿通常在什麼時候 哪一集發生 Nom Rain Rain還是在什麼時候發生 夜尿通常 因為之前是歸類在Disturbance 它通常是在Nom Rain的時候發生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不管是Nom Rain或者Rain都可以發生 那夜尿也可以是 就是Turnal procedure的一種表現 所以我們當然看 就是有幾個大概有幾個症狀 就是說那個frontal load 或者那個hyperholter的那種表現之外 夜尿也可以 然後剛才講 那個同樣的一個就是做的同樣的夢 那個也可以這樣子 那都可以是Sedure的症狀 它反而是這個磨牙 磨牙如果是舊文獻 他們覺得是比較少 單一作為Sedure的一個表現 那有一些rhythmic movement disorder 也常常在小朋友的時候發生 不過這個有時候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要跟腦波做一個區分 這樣子 用腦波來做做區分 那TOM它有它的一個quiteria 通常是20到30秒 然後就是export的東西flection 然後後來就是會連個就是整個角的一個flection 這樣子 那通常這個在發生的時候 定能都最高的 所以定能大部分是沒有關係 這樣 那這個有時候就是要跟一些para 那個就是跟一些proprio myelconus做區分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myelconin和Sedure 然後在JCTD的病人 或者是通膩磨牙齒的病人 就是有時候會避得到 所以我想這種也是就是 假設有Y-Sedure的話 這種都是最好需要做拨拳的一個儀儀區 這樣子 然後另外還有PTSD 不過PTSD大部分 比較不會就是用epilepsy的一個整個症狀來表現 這樣子 不過就是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psychogenic disorder 學習的State 那他們可能寫過來會說 就是他做了一種夢 然後夢到就是有一隻像是sleep terror-like的 experience 不過這個大部分就比較不會是一個epilepsy的一個情況 但是有一個可能要注意就是nocturnal panic attack Panic attack就是他可能會覺得恐慌發作 沒有藍油的恐慌發作 所以可能要消息 那在一些cardiopulmonary disease的部分 有時候cardiopulmonary disease 有時候cardiopulmonary disease 可能是因為癲癌 然後去誘惑 然後去誘惑歐頭上面的平衡 的一個dysfunction 叫做arythmia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因為藥物導致的dyscinemia 它可能會有產生respiratory dyscinemia 像它的那個橫隔膜的地方 它可能就會收縮 會產生myoclonals 所以病人會打嗝 那或者是它的那個嘴巴 嘴巴的那個dyscinemia 它會產生那個就是動作 就是那個myoclonal 那個叫做myoclonals 像這種叫segmental myoclonals 那有時候你要去檢視一下它的藥物 那這種myoclonals 倒不見得真的是 是ambulance 這樣子 它又可能是藥物造成的 好 所以這種像這樣的病 其實就是要做間別診斷 其實要做psg 而且托惡圈頭 而且compete模式的videopulmonary 這個是最標準的做法 但是你以為拍了esg 拍了eeg 就沒事了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eeg 那你看一下 那你覺得這個是evidence 這樣子 就是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再看一個eeg 大概有幾個重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個你先看一下 它是左邊還是右邊這樣子 然後eeg的單數是左邊 然後雙數是右邊 然後第二個你要先看一下 這一個病人 他的一個background是什麼 他的一個background是什麼 他在拿一個sweave的一個stage 所以你看他都是比較large的一個wave 而且這個large wave 其實已經超過蠻多了 至少超過20%以上 所以這個一定是在比較難的stage 然後對 N3的stage 然後對不對 在N3的stage 所以 你要先看說他的background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去分析做他後來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可以發現到說 從這邊跟這邊 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 哪邊的差異 你看這邊 這邊都是很large的一個delta位置 可是這邊他開始出現了這些東西 這個是mg-lam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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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這樣子 他後來出現了mg-lamp c mg-lamp c 你看他人開始好像就比較行過來了 這樣子 他比較行過來 然後 你看他background就比較好了 然後他開始在這個就是 比較在frontal的地方 他開始移現了一些比較簡的一些東西 所以像這種病人就很有可能是一個 就是N3的frontal 如果我們 mg-lamp c 所以要跟大家再有一個觀念 有癲癇的病人 腦波一定會有epidethal discharge嗎? No 這是聽得懂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看到癲癇波 他不見得他真的clinical是癲癇 因為他有可能是其他的rtex 或者是一些良性的一些東西造成的 但是他如果真的是癲癇 然後波也不見得就一定可以看得到 就是所謂的癲癇波這樣子 然後而且癲癇波 你必須要遵照幾個規則 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spite 他的這個快度 就是在70毫秒裡面這樣子 那如果是sharp的話 就是70到200毫秒裡面這樣子 所以像這種 就是這種 你看到duration非常快的 非常快的 這一種都不是brain會放出來的東西 這一種是muscle這樣子 好 像這個也是 你看這個也都是 一開始都是在比較large的一個state 但是這個其實有點不太對稱 而且你看他不太對稱 這個其實是在比較前面的地方 比較不太對稱 然後你看到這邊的frequency 其實也開始改變了 他的state ground的frequency 有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那這個你們都要小心 他可能是一個ampulency的一個狀況 然後當他比較平靜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post-icto的一個state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一個 比較左邊的一個frontal rope 都有一些比較high amplitude的一個 一些delta wave 可是你看到background background是好的 這個background其實是在alpha range 應該不是alpha range 應該是在b達到delta的range 這樣是不是沒有這樣子 所以這一種就是要強 像這個就是又更明顯 我想因為這個你可以跟background相比的話 這個就相當明顯 這個就一定是有問題的 好 然後一樣這個也是 這個我就跳過去 然後這個是generalized的一個 antial bone discharge 這樣 所以各位在看腦波的時候 就是說 我剛才強調 第一個 您一定要先看背景波 然後第二個就是 當你看到這一頁EG的時候 就是它的背景波跟這邊有什麼不一樣 你如果指出來的話 有什麼不一樣 那它為什麼會不一樣 你如果指出來的話 大概就會比較OK 這樣子 好 像這一種 你看 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 這個我有之前 我有看過類似的病人 這樣子 你看它前面的一個background 它其實也是都在到 已經到 應該也是N2 可能會要到N3的一個state 這樣子 可是你看它前面這邊tempro 左邊的tempro開始 欸 有出現一些尖尖尖尖尖尖的這些東西 這樣子 然後這些尖尖的東西 就是 你 繼續 你看它慢慢的在amove 從一開始的frequency 它好像比較慢一點點 然後後來它的frequency 開始變得比較快 這樣子 就越來越快 然後越來越快之後 咦 它的amove 原來是那一線電話 然後再慢慢的 就是它的amove 它的frequency 就是慢慢的解弱 解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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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這個就是temporal lower 的一個epulence 這樣子 然後這種就是 是一種 就是focal epilepsy 它有很多的這種 poly spike 這樣子 它不見得會是一個 spite wave 的一個contact 它可以是用這種 poly spike 來表現 這樣子 像這種就是 它的frequency amplitude 都有變化的 那這個就是 點子要講解 而且它跟 background有很顯著的差異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temporal lower emulence 好 那最後就是 放一張 睡眠衛生 那不然這個睡眠衛生 就是剛才 就是上一次也講過了 然後 其實這個不管是 對於任何的sleep disorder 包括像是amplitude 也同樣都有效 就是要減少它發作 那就是要定時睡覺 定時起床 然後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個其實在跟病患 其實 Fest Sight 你跟病患其實 要講這些東西 對 應該是要強調這一些 要講這些東西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這個 其實對我們自己就很難做到 對啊 睡前再小時就要喝酒這樣子 然後 好 那就是 這是我的一些reference 然後 不想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